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向光电在B站的官方教学影片 那影片针对扫描软体的使用方法说明得非常的清楚 而且操作也很简单 好啦 看完了影片 再来就是打开说明书 我就依照说明书的上面的说明到电脑去下载扫描软体 然后同时手机我也下载了它的一个扫描APP 这样我就可以拿着手机走到哪 扫到哪 这样就很方便了 OK 该下载的软体等等的都已经下载好了 一切准备就绪 再来呢就是准备要扫描的东西咯 这几天扫了非常多的物件 就是大家看到桌上的这一堆东西 有的是用USB连电脑扫描的 有的是用WiFi连电脑扫描的 或是用手机APP扫描 那因为内容实在太多了 所以今天就先用大家最熟悉的小白人来分享用WiFi连电脑扫描 同时搭配转盘用手持的方式扫描小白人的整个过程 后续还会再分享其他物品的扫描影片 好 话不多说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扫描吧 首先第一个动作就是拿出随身充电器 也就是充电宝插在扫描仪上面 当我们看到扫描仪上的上电情况指示灯亮绿色的时候 就表示扫描仪已经准备就绪了 再来电脑网路直接连到扫描仪的WiFi 然后打开软体 过几秒钟之后就会看到扫描器已连结 然后我们再把小白人放到转盘上 然后我们点新建工程 然后扫描仪对准小白人之后按开始 这样就开始扫描咯 转盘的速度可以放慢一点 现在是快转 那我手持 转盘边转我手边移动 在不同的角度不同地方扫 好差不多了这里我们先按个暂停 把它换一个角度 不同的角度去扫描会扫到更多的细节 然后一样我们这边按开始 然后它会去追踪很快就会追踪到 这个这一次跟POP2差很多是它很快就会追踪到 那扫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可以按完成 然后它就会开始跑 那跑出来之后就会看到这个成品 那这个成品我们换个颜色比较清楚 小白人现在变小蓝人 有很多小渣渣 但是这个等一下可以删除掉 所以没有关系 再来就是编辑的部分 这边有一个自动编辑 自动编辑我们今天就先不讲 因为它就是全部自动 我们今天来讲手动编辑 这个最好玩的 那手动编辑的部分呢 细节的部分我选择最高级 因为我想要它是最细致的状态 所以我选择了高级 那它这个处理的时间会比较长 那尤其我的档案比较大 我扫的比较久的话 那它处理会更长 所以大家可以去喝个咖啡 上个洗手间 好 回来的话 差不多它也OK了 这看起来不错 很小招招都不见了 只剩下这个底 但这个底其实无所谓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直接把它切掉 或是在列印的时候直接下沉 我们就可以不用管它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其他的有个点云编辑 然后它检测一些小渣渣 那它现在检测是检测不到任何小渣渣 表示扫得不错哟 给自己拍拍手 好 再来这个就是平滑 因为这个小白人我不想要平滑 我想要让它很立体 然后能够看到我想要扫出来的双眼皮 所以平滑直接跳过 简化的部分呢也一样 因为我不想要简化 我想要原汁原味的呈现 它扫完之后的样子 所以我也不要简化 那再来呢 就是隔离 这个很重要 也一样 就是有没有其他的地方 跟这个本体没有连在一起 在周边的小渣渣 那我们来检测看看 有 这些红红的就是小渣渣 我们把它应用掉 我们再隔离大一点看看有没有 他说没有 那就没有了 就没有其他的小渣渣 好 再来是网购的部分 也就是要变成可以列印的STL档 那这边我当然选择高品质 那这边有个自动补动 一般来讲我不太会先用自动补动 我会看情况再决定是否要用这个自动补动 因为有时候我可能会丢到Machine Mixer去补 可能OK一点 好这里我就先不用 我们就让它把它变成高品质的STL档模型档 它现在的点云大概是40万 点云数大概是40万 那这个PAPA3它跟PAPA2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手持的部分这一次真的很稳 以前可能动不动手持的时候它就会跑掉 但是这次我用手持的方式 不管有没有用转盘 其实在扫的过程中其实很稳定 那还有它的这个软体我觉得比之前好用太多了 之前我还要转换其他的软体 但是这个软体我觉得进步真的很多 很方便 好 我们现在看到它已经变成STL档的这一种模型了 泱泱双眼皮 看到了 好我们来网格编辑要开始了 就是针对这个模型 我们来稍微做一些修图我们来检测一下 它有没有什么动药部 这边有一个曲面跟平面 我们先用曲面就好 那实际上这个可补可不补 因为到最后我也是把它切掉 所以我们还是要来补一下好了 我们来应用它 让大家看一下补完之后长怎么样 我们就这样让它慢慢补 好补完了 然后看就是把它变成实体 那我们再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 你看都没有 其实真没有 好而且这边有个小洞 好 这个小洞 我们来补一下吧 你只要点一下那个绿绿的地方 它变红色 你再按应用 它就把它补起来了 然后这一次扫的是真的还挺成功的 也没有小渣渣 也没有任何多出来的东西 挺好 真的给自己拍拍手 当然这个跟POP2我觉得真的等级上面有一个差别 真的差蛮多的 好再来这边有一个平面 就是如果你下面有个大平面 你要补的话也是可以直接用这个补 但一般我都先用曲面 好这个平滑呢 一样呢就是你这个模型你要不要平滑 那我不要 因为我就是它的双眼皮 我就是要双眼皮 要它立体 所以我平滑一样 在这里我还是跳过 然后再来呢 就是一个锐化的部分 刚好是跟平滑相反 那这个锐化的话会让所有的细节更立体 更明显 那我们来试试看 让它应用 那它跑的会比较慢一点点 稍微等它一下 因为我拉到的数字是最高的 最高等级的数字 所以它就会非常的 它的很多细节全部都给你承 给你呈现出来 所以它的速度会慢一点 好 我们来看它 有没有看到这一个 它这个小格啊 已经更明显 就会更明显 这双眼皮就会更明显 这次小白人的目标呢 就是要扫出它的双眼皮 我就是要它的这一个明显的双眼皮 再来这个隔离相也是一样 再看看 附近还有没有其他的小渣渣 那我们来检测一下 没有 非常棒 再往后看看 也没有 非常好 那有时候有一些肉体没看 那个肉眼看不到的小渣渣 它就会帮你找出来 那这一个呢 扫的确实还不错 所以 都没有小渣渣 给自己拍拍手 耶 好 也不用什么补动 也不需要什么修图 真的挺好的 开心 然后那我们现在就汇出我们的模型吧 好 我们汇出来的话 我们就用 STL档 那我们就随便下载 那档案名称就用这个吧 储存 那它这边问你确定要不要打开 你要开也可以不开也可以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导入 那我们就直接把他导入Cura里面去 实际上我们这个就可以直接列印咯 那因为他的整个基本上我连丢到MationMix的所有图都不需要 直接就可以丢到这个Cura里面去列印 那我们把模型稍微摆正一下 下面的这个部分我不要印 所以我把它往下沉 然后我们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好 这样子 把它转个正面 让大家看一下它的正面 好 那这样子就可以直接扫 我们来切片 来看看它的结果是怎么样 那你会发现下面这个蓝蓝的部分是不会印出来的 会从最上面列印平台上面开始印 所以刚才我说为什么可以切掉它跟不切掉它 因为我们可以在这边做这样子的一个执行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整个预览的状况 底层 一路往上 就完成了 就是这个样子 好 这个真的非常方便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双眼皮 很清楚 那会看到这个皮肤有这个纹 这很正常 因为这个物件它本身就有这个纹 所以它连这个纹都给你扫出来了 而且我是选择的是锐利 就是锐化 所以很多细节全部会呈现出来 那这个是 因造每个人的习惯去做一个调整 好 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小白人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